我一直在想 她是否擁有港女優秀的特徵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她 第一件事就是 她可以自我承擔 我的命我自己承擔 第二件事就是 當她走不到一條路 她馬上走到另一條路 是不是 她專屬多 永不言敗 最後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女性的特徵 就是她沒有喜倌做運動 她喜歡行山 喜歡大自然 被人起了底之後 她就馬上轉玩潛水 上山下海 她是做人 我當時看完之後 我就在想 為何有這麼多人說她是港女 她是否就是港女的公司 在我網上 我看到很多人都說她是港女 她就說 無理取鬧 這些就是港女 我看完之後 我想了 等等 等等 無理取鬧的女性 一個字形容應該是甚麼 Beatru 是呀 真的是 其實是Beatru 當我見到一個人 她沒有無理取鬧的時候 可以用她為無理取鬧的姑父 我不會說她是香港的女生 我不用每次都叫她拿出身份證 不需要問人國籍 或者她原籍肯雅 你不知道 但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何香港女性 港女的字 變成一個很糟糕的字眼 我不明白 因為在網上很多評擊香港女性 留言的人 他們其實同時都很喜歡 香港的一班人 我不明白的就是 如果你以香港為榮 為何會否定香港人香港女性 即是好像你會選一個品牌 但你狂踩她的產品 這件事我一直都不明白的 我會永遠地覺得自己肥 小姐送給你 然後呢 我會非常非常害怕曬黑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好了 然後 起碼我會失戀六次 起碼而已 你知道我不是說實數的 好了 然後 我會起碼有 失敗約會 超過二十四次 小姐送給你 小姐送給你 而到最後 我會得到這六個字 這六個字就是我 這六個字形容到我 你那個樣子 豪誕生 我鍾堯送給你 我剪掉 第二就是 永不放血 第三當然是 多些做運動 是不是 當然到最後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必須要用 平和的心態 去對待這個世界 Namaste